先前为大家报道过 在昭化基督教医院这里 第七期医疗大楼的新建工程 一次是导致地基掏空 一个月竟然发生了四次塌陷 还有工人直接摔进洞里 这个工程现在被县府勒令停工调查 但是附近居民认为 这个工程造成他们的房子墙面裂开 地面倾斜 上午就特地到医院大门抗疫 要求赔偿 三四十位民众到昭化基督教医院大门口 高举白步调抗疫 他们都是住在彰化基督教医院 第七期医疗大楼新建工程附近的居民 有十户房屋疑似因为工程受损 有房子墙面军裂出现大裂缝 还有地面不平 瓶子放上去就一直滚 甚至医院工地一个月塌陷了四次 还有工人摔进洞里 居民住得很不安心 虽然县府已经要求医院停工 但居民很担心要是复工 还是会影响他们的生活品质 我们也有要求他们健康 他们在这个部分 还可以做最安全的处理 毕竟我们也没希望 这种工地发生均衡的问题 医院说已经请第三方专业技师来评估 只要是工程造成的损害 一定会负责到底 施工单位也会安排居民住旅馆 或协助租屋 但原本好好的房子 却疑似因为工程毁损 居民希望医院尽快提出赔偿修复计划 县府也已经介入协调处理 华市新闻 熊波兰张春风 谢中意彰化报道 准备